美国常常来东海南海台海来挑事吗 说到了南海这一块 美国你被说是域外国家 有多大的底气能够在这边来进行声势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域内国家怎么说的 最近拜登说也想跟习近平主席来会晤 谈话等等 但是白宫说没有具体日期 因为中国大陆要跟你会晤吗 要跟你这个电话吗 真的很忙 比如说最近来看到李显龙 西大坡总理 还有马来西亚总理安华 西班牙首相桑切施 都来到中国大陆 而且还要跟习近平主席来会晤 李显龙就说了 心中的关系非常好 我们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就是我们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 东盟跟中国大陆关系很良好 中国大陆发展给东南亚带来巨大的好处 然后马来西亚的议员卢成全也说 过去十年 马来西亚跟中国大陆两边经贸关系 逐年的创大就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好西班牙也说 希望能够对中国大陆很重视的访问 因为西班牙还是下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 好说到了这个南海行为的相关的问题 3月27号的时候大陆外长秦刚 就会见了东盟的秘书长 说要加紧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商谈 等等的 人家想要搁置正义 但美国摆出一个震荡 比如说来看到 李敏兹号之前就说靠近来中国大陆周遭 而且马金岛号两栖攻击舰 还有美利坚号攻击舰也在南海 但是将军 中国大陆其实有底气在自己家门口 派出山东号航母作为应对 以及什么呢 三艘动物跟一艘052D的驱逐舰 首先谈这个外交的问题 因为美国眼看了世界各国 尤其是东南亚这几个国家 包含西班牙 都要急着去见这个习近平 这种结合呢 他为什么会见呢 因为双方有经贸的互利的 对不对 有钱可赚嘛 而且中国大陆给这些国家说 我也不干预你主权 我也不会威胁你做什么事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互访嘛 但是美国就难了 你到处在给美国 中国大陆下刀子 经济制裁了 贸易制裁了 人才管制了 银行体系的不合作了 军演了 那你还来干嘛呢 所以上一次大陆已经放话了 你是带着陈毅来拜访 当然欢迎 你是看到人家全世界 其他国家都去了 你不干落人之后吗 还是显得你美国没面子了 你要来 来来来谈什么呢 来吵架嘛 来吵架嘛 所以大陆拒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美国的外交单位协调了半天 国防部长打电话没人接 外交部去没有回应 这就是很明显摆个脸 说你看了嘛 你不是欺人就要欺上头了嘛 你在外面到处整我 这个时候要来跟我谈会面 我还帮你拜登当竞选的声望嘛 还帮你抬轿 你还真把你当成老大这样来伺候吗 我想中国大陆大概很懒得回应这个东西 他倒反而很务实跟东盟这些国家来往 因为东盟是跟着大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一起起来的 大家互通有无嘛 就是说大陆与他的科技 他的投资协助东盟国家发展 我们这几年看了 东盟也的确发展得很好 尤其是东盟的这个龙头老大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为什么会发展得好呢 第一个 新加坡李显龙跟李光耀父子两个 对两岸的问题太了解 李光耀以前跑跟邓小平 这边跟金国先生互动得非常密切 连我们军队都替新加坡训练他的部队 星光计划 对 我以前在特种部队训练过他们的特种部队 星光计划交往非常绵密 那么到现在为止 所有我们的有盟国家里面 以新加坡最懂得两岸的问题 对 也最具有说服力 虽然新加坡被美国有驻军 变成美国的基地 那是没有办法 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但是李显龙的讲话还是说我不是选边站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东盟去最大的意义 中国大陆当然也希望就是说 海上一带一路是大家共同发展的经贸的主要路线 那么南海的行动准则是不是能够在这一次能够把它通过完成 对 那美国看不顺眼就去敲你的窗角 就找了一个最弱小的菲律宾 逼得他在那里搞军演 但是菲律宾的行为能不能获得东盟国家的支持 我就知道怀疑了 你不要一锅老鼠死你害了一锅粥 那个东盟现在在全世界里面算经济发展踹起来的速度很快 贸易量也很大 对 眼看了这些国家都能够慢慢脱平 能够走上现代化 我想这种大的趋势是不可能掉头 也不可能逆转 所以美国也只能敲敲这边边上的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以前是它的殖民地 所以残余势力 美国的清美的残余势力还在 那中间也曾经出现过杜特地这种角色 拒买美国的军购 但是菲律宾大家大陆也很清楚 你是太弱小被迫在搞美飞军演 我们一看 我们职业军人一看就知道 菲律宾跟美国怎么各军演 人家是航母 驱逐舰 重巡 菲律宾只有 五千人 一两千条 一两千顿以下的船 参加的人也只有五千人 美国是一万多 跟它差的代数太大了 所以讲难听点就是菲律宾出个地点 美国人在主要那里面 让你作秀了 你在旁边则是打打边谷 敲边谷的来 但是将军您看 中国大陆现在重返了海权大国 而且你在我自己的家的门口 所以你尼米兹来又怎么样呢 中国大陆山东号作为应对 还有呢 动物五五跟052D 那包括了动物它可以发射应急21 这也是航母杀手会让美国航母 也是不敢太靠近 另外再来看到说到这个博弈的部分 尼米兹号美国的航母就那几艘嘛 现在尼米兹号就在中国大陆家门口 但是它很忙啊 最近呢3月28号抵达了釜山 然后它怎么调兵遣将呢 3月27号的时候 它先到了东海这个地方 还有两艘驱逐舰随行 3月再往前 25号到3月26号的时候 它就跟中国大陆其实有狭路相逢 在这个地方 中美海军狭路相逢 我们先来看到中国大陆的部分 中国大陆海军三艘的舰艇 包括淮南舰日绕舰还有可可西里湖舰 这些包括052DL 054A 903A型的综合扶极舰 这些就在刚刚说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大雨海峡进入到东海 然后呢美国也是从这边进入到东海 所以呢你看尼米兹号 第一个它应对是中国大陆庞大的海军 另外一个美国在这边的舰体 也没有很多 本来它美国大陆的航母 它都受限于这个要大修补保 这个我们称它叫东缅 它人员还要训练 船员都不止一批 它要轮修的 所以它11条能够在外面活动的 顶多四五条 四五条你大西洋海有任务 中东地中海有任务 放在东京就这么一条 就是说这一条又要 又要负责韩国的 北韩的 北韩的问题 又要问题应付台湾问题 又要应付南海的问题 太忙了吧 我觉得美国航母的关闭 也蛮辛苦的 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 能够有个喘息的时间 那这个东西纯粹是摆姿态了 所以它号称三个航母 其实那两条不是航母 是两栖攻击舰 但这个船在上面弄一个 很平整的甲板 就可以停F-35B垂直起降 所以你要称它为航母 是非常比较明确 轻航母都有点勉强了 它主要是说 在航母跟航母战斗群的 防空网掩护之下 它可以多带一些飞机来 来加强这一条航母的 空军力量的不足 就变成它空中打击力量增加了 但是它并不具有真正航母的功能 没错 那这档东西 看这个泰式 三条航母再加上这个伯克级的 看起来声速很浩大 但中国大陆也很有意思 它只用一条航母 但是带的是三四条 055 哎呦这个很要命 这个是带到护卫 三条055 一条052 这四条船都属于攻击性的 它都带着有这个飞弹 垂直发射 垂直发射 井越多 它有120多个井 对一个是112 动物112 像四个这样 四艘加起来就400个垂发了 400个垂发 再加上垂发里面还可以再装填了 对 就是说意思出来 可以出来个几百发飞弹 没问题 这就是攻击火力极望的嘛 就是说而且射程很远 对 说你航母带着飞机 还不见得够到它的时候 它的飞弹已经先够到你了 这个就变成如果说 双方是没有真的要打的意思了 但是摆出来实力看 美国不划算 你拿航母 对不对 跟两栖登陆舰 去面对这么多反舰飞弹的威胁 你的损失会比 比中国大陆还要惨 比老共大 一条航母对一条航母 但是人家是用重巡的飞弹 对付你的两栖攻击舰 你挡不住啊 对 所以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那美国的损失会比 解放军严重 因为它带的飞弹 发射的这个重巡 跟伯克吉的船不够 对 所以你打击力不够 你虽然飞机多 但是很远 在飞机飞到了航程之外 反舰飞弹先来了 所以这个摆pose来讲的话 那中国大陆是比较 比你有杀手的武力了 杀手剪就对 意思就是我摆拍 我也摆得比你好 跟别说将军讲的那一块了 这个东西就是武器上的区别 你带了两条轻航母 只是提供更多的飞机 可是在大陆东南沿海 你要比飞机的话 你就比错了 因为它陆基上的飞机很多 就在我家门口 山东 浙江 江西到福建 多少个基地 所以你在这个地区来讲 是你不利的 你是在人家的口袋里面 所以陆基的飞机 山东号的飞机 加上陆基的反舰飞弹 你想想看 你面临的是在人家家门口的 枪林弹雨之下 你能讨到便宜吗 是 所以中国大陆也很刁砖 你从大嶼海峡过 我也过 我也过 大嶼海峡照理讲是 日本的内海 它宽只有17公里 那领海的是12公里 就是24公里以内都是领海 它开放为国际 为了 为了让美国走了 为了让美国老大过 就变成国际水道 是啊 老公也很刁砖 那我就过 你既然是国际海盗 我很不客气就过 当然还跟你客气 就在你临海里面过 所以这个双方摆pose 就很有意思 我们看起来就是 你在摆个什么阵 八卦阵 我就摆一个五行阵 我就破解你的阵 破解你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 当然老不信看 紧张 很恐怖 很恐怖 其实不是 真的要打的时候 是不坑不咔的 就一棒就下来了 对 这种明目张胆 还放新闻的 还拍照片的 那个都是打不起来 对 打不起来 但是中国大陆摆出来 阵仗也是告诉你说 我也不是 输人不输政 对 输人不输政 我还比你更强 另外美国的底细 又有多少 美国你看 造舰能力有问题 然后武器交付 也有问题 美国国会说 愿意出钱买三艘 阿利伯克三型的驱逐舰 但美国海星最后 只愿意订两艘 因为他说呢 我们就算出来最多一年 只能产两艘而已 不像中国大陆 2015年到现在 一共接收34艘的导弹 驱逐舰 一艘052C 25艘的052D 八艘动物大驱 好那再来看到的是说 美国的武器 好像也被说交付速度很慢 3月24号的时候呢 面对国安 还有对抗强敌的时候 美军必须要交付 赶快这些飞弹啊 防空系统等等的问题 就被New York Times 点出了问题 因为美国海军舰队司令 这一个科德尔就说 军舰飞弹造不出来 固态火箭发动机短缺 我不会原谅你们 这好戏剧性 意思就是 我们这个标准6啊 造不出来 然后远输给中国大陆 这个有什么好标的呢 事实 当你美国 欺负那些伊拉克的 这个叙利亚啦 达达这个塞尔维亚啦 这些小国家 你军火需要的不多嘛 对 它库存量就够了嘛 因为它需求量不多 它的生产工厂就裁员了 官厂了就多了嘛 我不要是用猜测 我们在国军 以前202厂 204厂 205厂 也有这个状况 就是说 我把这一年的子弹做完了 我下面就没有订单了嘛 我一部外销 这个枪做完了 你也只换那么多枪嘛 所以我在连勤的时候 就看它很奇怪啊 一个工厂开工四五个月 就把一年的订单都做完了 因为它没有order 没有需求 美国也是一样的 你打这些小国家 不需要那么多 不需要那么多 所以你没有需求 军火工厂不会养 养这么多工人嘛 20大战是因为战争需要 所以扩充了很多兵工厂 没错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 那最近这几十年 美国已经从最大的制造国萎缩到 搞金融了 搞科技了 做制造业裁员了嘛 裁员现在突然想要增加 美国海军说我船不够了 火箭 造舰能力又不行 造舰能力不足 你晓得美国也很可怜 2018到2023七年里面 八年里面只交了八条船 对啊 就是一年是缴一条 对啊 那中国大陆是每年四条船 那就是你四倍啊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发展了商船的造船业 商船的造船业变成蓬勃发展的时候 船屋是不是多 船屋多 工厂多 工人多 它制造量当然就快了嘛 所以美国现在海军很苦恼 我要三条 国会给我三条的钱 我只做了出两条 我都给你钱那么多了 给钱那么多 给那个转发做不出来 那为什么这个司令发飙呢 因为飞弹都要靠中间的叫火箭马达 火箭马达不是汽车马达 它要在火箭里面 它是一个很细长的一个地方 产生这么大的推力 火箭马达做不出来 火箭马达做不出来 所有的弓箭的飞弹 还有美国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安全 它的防空系统飙三飙六 飙六是它最标准的配备 就是说最现代化的防空飞弹 因为防空飞弹不做 做不出来做不好 美国的船就是死鸭子 你拦不住嘛 你会被打嘛 所以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司令要发飙呢 你这个的话 我船上带的飙六不够 我赶出去嘛 就变肉靶子 肉靶子 因为船大 在海上一看 庞然大物 飞弹很容易寻找 主动雷达 很容易 这个被动雷达都很容易看到你 追下来了 所以这个问题 防空火力不够旺的话 我想 各位观众都看过 中途到海战 对不对 那个 日本的神风队 碰到这个防空火力 也被打掉不少 要密集的火力 所以这个问题 美国军方是面临很大的问题 一个是空军 要台换这么多 大黄蜂F-18 新的飞机还没有来 六代机也 六代机还没有出来 F-35B也不够 又要赚钱卖给人家 自己要的时候又不够 那空军要钱 海军也要钱 海军说航母还要制造 然后还有伯克级的也不够 所以这个 造舰又造不好 它以前搞了两条 那个叫做什么 滨海 滨海 滨海舰 那个舰失败了 对啊花好多钱 花了很多钱 所有顶级的科技都进去了 结果因为它船体是双船许的 装不了这么多 对的确就是如此 美国有时候有点耗大喜功 所以将军刚才补充了 滨海作战舰 看起来很先进 好像科幻片 但是重看不重用嘛 中国大陆做的这些动物大军 你看它的外观就知道 它就是扎扎实实做了一艘 很有攻击性的航空母舰 不给你走划众取宠的 但是它造舰能力很强 它的攻击性很强 跟美国这种化而不实 也许不太一样 让我们下边的航空编写 很有型的航空编写